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5月13号的百个大世纪 我是夏时 如果你打开电脑或使用电脑到一半时 突然出现我后面的这一个画面 那很不幸的告诉你 你的电脑被勒索病毒害入了 跟你索取300到600美元的赎金 换取档案文件的解锁 全球有99个国家地区受到影响 大马也是其中一个 俄罗斯 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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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以及台湾成为病毒攻击的主要目标 目前专家的建议就是绝对不要付赎金 如果已经中招了要找电脑专家解救 还没有中招的使用者促勤检查Windows Updates 确保实时安装更新 防范WannaCry病毒入侵你的电脑 换个焦点 首相纳吉这一次到北京参加中国的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论坛还没有正式开始 好消息已经让首相纳吉笑得合不拢嘴 因为纳吉想要留方百世的大马城计划 很大可能有了新买主 他就是中国首富王健林 首相纳吉是在跟王健林会面后 表示感激王健林的万达集团 对大马城计划的兴趣 而他自己很有信心 万达集团的实力与财力 王健林事后也向媒体透露说 整个投资总额将超过100亿美元 他愿意把自己的经验 智慧和独特设计贡献给大马 为大马创造独一无二的大型综合性文化旅游发展项目 财政部秘书长伊尔旺在这时候也先放话 安抚保守马来社会的担忧 他表示首相纳吉已经向中国提出三大要求 也就是一切中资投资发展建设项目 应该优先聘用本地承包商 采用本地原料产品 以及培训和雇用本地各阶层专业人士或普通工人 万大集团成立于1988年 是一个结合商业文化网络及金融四大产业与议题的企业集团 去年该集团的资产达到大约507亿令吉 营业收入则达到1606亿令吉 该集团在2015年的财富杂志中 名列全球第385位超级企业 接着来关注JJPTR的最新消息 闹得满城风雨的JJPTR因为被指涉险诈骗 一连几天遭到执法单位的对付 不但银行多个户头被冻结 甚至在昨天5月12号的下午 JJPTR在槟城总部和各地办公室被警方扫荡 带走文件和19名员工注查 警方在授询时表示 不排除在近日内传照李宗盛录取口供注查 甚至有必要的话也会逮捕他 目前相信李宗盛他人还在国内 接下来关心邻国印尼现在的局势 早前印尼的伊斯兰组织领袖发表一些极端言论 包括华人财富是最大的问题 下一步就是要对付华人财富 掀起了人们的隐忧 不过印尼多个地方不只是雅加达 还包括日者巴布亚以及巴厘岛 都出现了声援阿学的几回 其中在巴厘岛的邓巴萨 来自印尼和世界各地的7000名 穆斯林 信度教徒 基督徒 佛教徒 聚集祈祷声援阿学 截至今天下午已经有3000人 提供身份证副本做担保人 如果阿学潜逃的话 他们准备给法院付罚款 最后有娱乐消息 黎明为了配合拍摄咖啡广告 以传统越南装扮打扮出现 而且还很会制造话题 大玩浪漫的男男抱腰骑脚踏车 还开金口演唱改编歌曲 将他在91年筹款节目唱 对不起我爱你走音仪式拿来开玩笑 最令人惊喜的是 著名填词人林希也来客串饰演林总经理一角 这个广告在脸书曝光后 截至下午5点多 已经超过3万人分享 可见天王李明很懂得在网络冲高人气哦 那么今天的晚间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百格大世纪是由Cortex为您重现 Cortex Tecron 5星级燃油 经过改良 发挥更强大动力 更有效的减少摩擦 高达4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